运球就看Uncle Drew,战术就学Couch Lou 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我永远无法忘记佛祖降世的那一天 被很多人戏称佛祖的克莱 在2016年季后赛的西决比赛中大杀四方 那场战役,克莱·汤姆森完全是扮演着单旗旧主的角色 在我个人心中,这是克莱生涯最伟大的比赛 没有之一 三分球18中11,一人狂砍41分 彻底将KD与威少的心气打霉了 恰好,这是系列赛的第六场比赛 让我们回忆过去 克莱的G6有很多高光表现 生涯第七场的G6,一人得到25分,三篮板数据 第八场对火箭的比赛 三分球14中9,砍下了35分,六篮板亮眼表现 第十场27分,第十一场30分 如今的时代,我们看这个数据可能会感到平平无奇 但克莱并不是球队老大 甚至自从KD加盟勇士 他只能被当作球队的第三得分点 一个球队第三得分点 还能打出25分以上的表现 这意味着什么 从此以后,佛祖克莱又被使人增添一个称号 G6,克莱·汤姆森 每当勇士进入瓶颈 来到关键的第六场比赛 他们会比以往轻松很多 第六场比赛 直接看第七场吧 克莱G6肯定杀疯了 当然,他并不是每场G6都会打出高光表现 生涯前三场G6 每场出手都在十次以上 但三场加起来才得了26分 生涯第五场G6 三分球三投一中 只得了5分 很多人好奇的并不是这一点 为什么克莱直到第六场比赛 才会打出更好的表现 如果他第一场 第二场就有这样表现 库里会不会轻松很多 球队是不是不用再去打第六场了 G6克莱仿佛成了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这部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揭开G6克莱的谜底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有角度可以解答的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 公路对阵太阳的总决赛 第一场公路的策略是 PG塔克防守保罗 霍勒迪防守布克 结果就是保罗投封了 布克也没能彻底按住 第二场公路改变了策略 帕克与霍勒迪互换防守工作 虽然公路还是吃了败仗 但很明显保罗的火热状态被压制了一些 这说明公路的思路是正确的 从第三场开始 公路不断完善他们的策略 效率越来越好 直到最后 彭起总冠军 克莱的G6爆发 和季后赛双方教练对垒模式有一定关系 第一场比赛是双方的试探 进攻端 各自的当家球形能打出多大优势 比如说库里 面对不同的球队 他能打出的效果肯定会有些细微的区别 防守段 各自的常规防守资源有什么漏洞 这些漏洞会被哪些球员打爆 一般情况下被库里打爆占夺 OK 第一场比赛结束 赛后教练根据录像 做出像公路一样的调整 第二场和第三场 一般是本次系列赛最大的战术调整 双方会改变策略 弥补防守的漏洞 继续延长自己的进攻优势 到了第四场 第五场 战术的效果就会出现两极化表现 要么战术与球星完美结合 碾压防守 毫无悬念的淘汰对手 要么是双方陷入僵局 这时就是拼球星质量 高手过招的回合 这时候拼的就是 谁的当家球星更强 一旦比赛进入第六场 胜负走势已经不是当家球星的完全控制的 并且双方无论是阵容还是战术 已经没有调整空间了 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 如果有效 系列赛不会到第六场的局面 从第六场开始 双方会彻底拼上所有的资源 决一死战 用不科学的话来讲 这就是比哪一方球队意志力更加强大 而且对方的球队为了限制库里 会在他身上安排更多的防守资源 但赛场上 球队可用的防守资源就那么多 你分出一些放在库里身上 勇士的其他队友的压力 自然就会小一些 而这种情况下 谁会大放一彩呢 有实力 并且能获得较量信任 安排大量战术地位的球员 也就是球队的第二第三巨星 克莱汤姆森这时候就登场了 这场比赛是2018年 勇士对火箭G6的比赛 克莱本场比赛 以三分球14投9中的火热手感 砍下了35分6篮板 两助攻 我们就拿这场作为案例 让我们看看 克莱G6是如何爆发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火箭过于重视库里和KD 导致关于克莱的防守工作 没有交代清楚 你很难相信 系列赛已经进行到第六场 克莱还会有这样的空档机会 火箭又是一次换防失误 让利文斯顿轻松得到空切得分机会 勇士自这场比赛开始 明显提升了克莱的进攻戏份 这又是一次底线三分空档 克莱直接将比赛变成他的投篮训练赛 勇士决定顺水推舟 于是他们安排了很多 酷驴与克莱的无球演会配合 于是火箭就乱了 距离比赛全场结束仅剩四分钟 他们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看这回合 哈登本来就负责防克莱 但是和队友没有交代清楚换防工作 导致克莱出现这么大的空位 这回合更夸张 克莱都没有跑位 慢慢悠悠逛到自己的位置 空位就出来了 你要说上个回合 是克莱与库里的交叉跑位 让火箭防不明白了 还能勉强接受 已经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换防失误了 到比赛最后 火箭还是犯这个错误 当然不只是火箭的致命失误 克莱这名球员本就特殊 你让他手感投顺了 顶着防守墙投 都是常规操作 联盟现役球员 能在体型身高上 匹配克莱汤姆森 并能对他投篮造成很大的干扰 很少 于是那一场比赛 时而会出现这种画面 这哪有什么战术可言 就是手感投出来的 距离三分线两步远距离 直接把球扔出去 但这种没有战术的打法最让人头痛 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就是为什么克莱G6容易爆发的原因之一 系列赛的最后 往往会成为球队第二巨星的主武裁 其他球队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 可能你们会有疑问 为什么克莱第一场不这么打呢 G6这场比赛不仅是库里 连KD就开始主动给克莱传球 第一场他不会有这样的战术地位 这里有一个数据 14到15赛季 克莱独自带队时 勇士的进攻效率只有100.5 15到16赛季 克莱带队进攻效率是104 反过来 当库里独自带队时 这两赛季的进攻效率分别是109.9和111.4 差距不是一点半点的大 简直就是质的差距 简单来说 克莱和布克一样 他手感来了 头顺了 只是他能得分 库里头爽了 他会带着勇士一起爽 所以勇士在系列赛开始阶段 肯定是以库里为核心去安排战术 克莱是一名大心脏球员 他有很多不可代替的价值 但还没到带队的高度 库有引力的存在 加上他本身的关键三分能力 才有今天的克莱汤姆森 尤其是经历这个赛季 很多人才知道克莱有多么珍贵 库有引力一直存在 可唯独少了那个男人 当年以一己之力 打崩雷霆的表现 让全世界系出了这名球员 防守已经防到这种程度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进球 从看录像复盘角度来讲 没什么好分析的 雷霆主教练多诺万 回去总结经验教训 除了爱声叹气 他和雷霆重将也讲不出来别的 你永远无法忘记 这次反击扣篮 你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扣篮 这就是克莱的选择 他平时打法没有什么侵略性 但他不是软 是因为跳投对他来说 是最有信心的出手方式 持球突破 造犯规 这些他都不擅长 但如果必须用灌篮的方式去终结 克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在那次扣篮前 你很难相信 这个男人已经到30分了 勇士失去了KD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倒在暴龙面前 是他站出来拯救了这支球队 什么情况下才能赢暴龙 投进10个三分球就能赢球 我们无法想象 明天的比赛 居然会有人投进10几三分球 但克莱办到了 这就是他的篮球世界 直到他像一个战士那样倒下前 你都会相信 还有奇景 勇士的球员 都会享受酷有引力的权利 教练不可能去说 库里被包夹时 不要给某名球员传球 机会出来了 但他们无法成为下一个克莱 这就是克莱的伟大 最纯粹的得分后卫 这个夏天对勇士球迷来说无疑是艰难的 即便球队引进了像梅尔顿 凯尔安德森和谢尔德这样功能性极强的球员 也无法弥补克莱 汤姆森离去带来的痛苦 不仅仅是在情感层面 勇士在战力方面也遭遇了巨大的打击 失去这位曾经多次驻队夺冠的老将 无疑对球队的整体实力造成了极大损失 的确克莱的状态向华是显而易见的 你可以指出他在防守端跟不上更快的后卫 或者他那标志性的三分球命中率不再稳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克莱在防守端向三四号位的转型依旧相当成功 他上赛季依然是全联盟三分球命中数 排名第四的射手 失去一位场军能贡献18分 三分命中率接近四成的跑动型射手 对于跑动和空间渐长的勇士来说 唯一是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勇士在新赛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 谁能填补克莱离开后的得分空缺呢 关于第二得分点 毫无疑问这个位置应该由库明佳来顶上 毕竟纵观勇士的阵容 新赛季库明佳的角色将更加重要 以他的个人能力和进取心来看 他理应成为球队的第二得分手 从上赛季的数据来看 库明佳已经展现了场均16.1分的得分能力 即使新赛季他的个人得分提升到场均20加 有法完全弥补克莱留下的18分空缺 换句话说 尽管库明佳可以在名义上填补第二得分手的位置 但从整体火力来看 是否能真正弥补克莱的空缺 还是个未知数 因此与其单纯依赖库明佳 我认为真正决定能否弥补得分缺口的关键在于 维金斯和波吉姆斯基 尤其是维金斯过去两年因个人原因导致他的表现跌至生涯新低 严重影响了勇士的进攻天花板 新赛季我对维金斯的期待并不高 只希望他继续承担起防守主力的角色 并找回他在外线的接球投篮能力 以他的天赋 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 维金斯便能回归到稳定的公务员水准 至于波吉姆斯基 教练组早已公开表达了 希望他在新赛季场均三分出手达到8次以上的期望 这一消息透露出球队希望他能够承担起更多进攻责任的想法 再加上勇士队除了库里之外 在空位位置上并没有其他强力球员 因此我认为波吉姆斯基 有潜力在新赛季场均得分达到12分 甚至15分以上 总结来看 库明佳的成长是毫无疑问的 但维金斯能否找回场均17到18分的稳定表现 以及波吉姆斯基是否能够为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火力 将成为勇士能否填补克莱 离开后第二得分点空缺的关键 波吉姆斯基和库明佳的成长幅度 随着浪花兄弟散伙 勇士队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赛季 这也是他们的年轻时间轴球员们 首次独自肩负球队胜负成败的关键时刻 在这些年轻球员中最受瞩目的 无疑是去年入选年度新秀第一队的波吉姆斯基 以及给球队带来无限希望的库明佳 波吉姆斯基方面正如之前提到的新赛季 他将肩负更多的进攻任务 不再只是去年那个聪明的定点射手和二传手 除此之外考虑到他是勇士队中 仅次于库里的控球后卫 新赛季他接管第二阵容的控球职责 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 这些变化意味着波吉姆斯基的工作量将大幅增加 作为二年级球员的他是否能承受这样的重任呢 从他新秀赛季展现的技能包来看 我对他能否迅速转变角色仍有疑问 毕竟一个夏天的训练是否足够让他应对 更加吃重的战术任务还不确定 不过他必然在这个秀赛季提升了一些技能 而这些进步是否足以应对新的角色定位 将成为我在新赛季热身赛 以及常规赛前期中关注的重点 尤其是他的中距离威胁和跑动三分 根据NBA官方的统计 上赛季波吉姆斯基的中距离命中率仅为31.3% 整季也只有32次出手 看过他比赛的都知道 他比起中距离跳投 更倾向于使用中长距离抛投作为得分手段 然而抛投在效率和应用的灵活性上都远不如跳投 尤其对于爆发力不强 臂展较短没有身体优势的波吉姆斯基来说 如果没有稳定的中距离跳投 他的进攻表现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好消息是波吉姆斯基在下几联赛中 已经稍微展现了中距离急停跳投的能力 如果现在即他能将这项技能变得更加稳定 不仅会对他的本赛期表现有所帮助 更能为他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至于跑动三分的部分相对简单一些 勇士队希望波吉姆斯基每场能出手至少8次三分球 毕竟如果仅靠定点投篮来达到这个出手量 那只能说明对手的防守实在太糟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波吉姆斯基需要像克莱那样 成为顶级的跑动射手 只要他能在手地手配合或绕过掩护后 稳定的命中三分球 那对于已经具备持球能力的波吉姆斯基来说 这样的贡献已经足够 新赛期库明嘉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勇士进攻端的二号箭头 实际上从他上赛季展现出的进攻脚步 协调性以及对抗能力来看 他已经具备了场均超过20分的实力 过去缺少的只是更多的机会 因此库明嘉在新赛季的场均得分突破20加 是我对他最低的期待 不过比起他已经打下的下线 更值得讨论的应该是他的上限究竟有多高 而要突破这个上限毫无疑问 关键因素依旧在于投射能力 为何投射对库明嘉的成长如此重要 简单来说 如果库明嘉想要在三号位上立足 他必须具备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 而只有当他能胜任三号位时 他的身体天赋才能真正得以全面释放 库明嘉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 速度爆发力和力量都相当出众 但缺乏投射会让他的进攻手段受限 无法真正发挥他的全面性 从今年秀赛期的绚练视频来看 库明嘉的投射确实令人期待 除了定点投篮外 视频中我们还能看到 他加入了一些跑动后的投篮场景 这意味着他不仅在站定投篮上有所提升 连在动态投篮中的脚步平衡感 以及出手手感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事实上库明嘉在去年热身赛中的投篮表现 已经展示了他的潜力 他不是不能命中三分 而是在常规赛中常常不敢投 这种现象更像是心态上的问题 而非技术上的障碍 经过一个夏天的刻苦训练后 我希望他能在新赛季中 重拾对外线投射的信心 库明嘉的投射能力 不仅是他个人突破的关键 更是勇士对未来发展的核心 毕竟在没有克莱汤姆森的情况下 球队需要一个具备全面进攻手段的年轻领袖 而库明嘉有机会成为那个接班人 外线投射将决定他是否能达到这一高度 因为他是他未来成长为一名顶级球员的最后一块拼图 如果他能在新赛季展现出稳定的外线投射 那么他的上限将会非常可观 也将有可能成为勇士重建期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上赛季中后段科尔端出维金斯加库明嘉加格林的三侧一组合 一度拉出不足佳技 但在这套阵容背后隐藏着几个问题 首先库明嘉的角色定位 库明嘉在上赛季后期无法担任三号位 导致他和格林同时上场时 格林只能转为五号位 这不仅削助了库明嘉的发挥空间 也限制了球队的整体战术布置 库明嘉的进攻和防守特点更适合在小前锋位置上发挥 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 他在三号位的表现受到限制 要解决这一问题 勇士需要确保库明嘉能够在新赛季中适应三号位 并提高他的投射能力 第二中锋的搭配问题 上赛季鲁尼的表现明显下滑 在球队找到TGT作为内线答案之前 勇士几乎没有合适的中锋能与格林搭档 无论是鲁尼还是其他中锋 进攻空间的压迫感始终存在 特别是在面对克莱和维京斯状态起伏不定的情况下 若要让格林与一名合适的中锋搭档 必须解决进攻空间不足的问题 克尔在媒体日上提到 新赛季将让格林更多的打四号位 这一角色是值得赞同的 格林的身材与侧翼的灵活性 使得他常态性的扛中锋 确实很耗费体力 但是这样的调整必然带来一个新问题 中锋位置上的人选是谁 解决方案一 鲁尼的减重和提升 鲁尼赛修在其减重并且据说每天练习500颗三分球 对曾经见证鲁尼超人表现的勇士球迷来说 最理想的剧本是鲁尼能够恢复以往的灵活性 这样一来 他在与格林同场时 既能在防守端提供护框威胁和换防能力 也能在进攻端拓展空间拉开三分 但考虑到鲁尼有伤病时 我对他是否能迅速回到夺冠年的状态 仍抱有疑虑 尤其是在外线投射的稳定性方面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新赛季的鲁尼至少不会是去年那个笨重的几乎无用的版本 第二个选择TGD 我认为是勇士在新赛季的较佳中锋选项 上赛季格林与TGD同场时 每百回合赢得对手9.2分 这数据展示了他们的高效搭配 是勇士阵中与格林搭档时效率最高的内线组合 虽然TGD的外线投射也并不出众 但他的活动能力和掩护意识弥补了这一短板 这使得他在场上的表现更加灵活和高效 TGD的下滑速度和移动能力 使得他能够迅速适应与不同后卫的配合 比如克里斯·保罗 布吉姆斯基和克莱等人 就看新赛季上述三人走了两位后 TGD要如何在勇士阵中生存了 最后一个选项 凯尔·安德森 他在修赛季中显著提升了自己的投射能力 与鲁尼和TGD相比 安德森在外围能够提供更多的威胁 他在过去的赛季中 曾经有过三成五甚至四成以上的单计三分命中率 若安德森与格林同场时 能够在被放投时惩罚对手 那么这对组合将大大增强球队的进攻空间 如果能实现维金斯·库民家·格林和安德森的四侧翼组合 将为勇士打来更多的战术选择与灵活性 这种阵容的最大优势在于 他能够在进攻端提供多样的进攻方式 同时在防守端保持高强度 基于减少格林的身体损耗 鼓励他多打四号位的战略 新赛季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锋 与他搭配显得尤为重要 至于谁能在轮替竞争中出现呢 就等实际比赛来为我们解答了 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点是 二三号位的轮替竞争 在广义上 这场竞争主要是关于那些 能够稳定命中外线 具备优秀防守能力的替补球员之间的角逐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可以先排除那些已经获得教练组信任的球员 例如维金斯和具备投射能力的波杰姆斯基 仔细查看勇士的阵容 发现目前有多达四位球员 正在竞争这个重要角色的替补位置 小佩顿 梅尔顿 穆迪 以及希尔德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攻守兼备的梅尔顿 显然会优先占据一个替补位置 剩下的一到两个名额 则将由其他三位球员争夺 不得不说 穆迪的境况相对艰难 在他职业生涯的前三年中 不仅没有获得足够的上场时间 而且现在还需要与一群 具备相似功能的队友争夺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穆迪的表现显得尤为关键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穆迪在过去的表现中 并未能给球队和教练组留下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与波杰姆斯基的篮球智商 以及库明佳的天赋相比 穆迪的表现显得有些逊色 更尴尬的是 在现有的勇士阵容中 假如需要外向投射 巴迪·希尔德无疑会比穆迪更受青睐 而在防守方面 小佩顿和梅尔顿的防守能力则远身穆迪 因此尽管穆迪年轻且潜力巨大 他除了在新赛季必须提高三分球的稳定性外 是否能够展示出其他技能也让人好奇 例如他在常规赛中偶尔展现出的急停中投能力 这将是穆迪在职业生涯第四年 能否在轮替中站稳脚跟的关键 如果继续维持现状 他的前景确实显得有些危险 至于希尔德和小佩顿 他们分别代表了进攻和防守的两种极端 与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目的 以及攻守更为均衡的梅尔顿相比 希尔德和小佩顿的角色 可能更倾向于按照进攻组和防守组的身份上场 或许在赛季初 他们会获得较为充足的上场机会 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未能打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在赛季后期 随着轮替人数的减少 他们很有可能沦为特定时刻的角色球员 甚至可能坐上冷板凳 随着选秀大会的结束 自由球员市场正式开启 今年的市场活跃度比往年都要强健 不仅运作的数量多 而且不集中在单一的时间段 这种节奏让球迷们十分喜爱 因为新劳资协议推出的第二土豪线生效 也催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球星迁徙 在今年自由市场的前几天 最重要的消息目过于一些大牌球员 迅速确定了新的计划 他们或续约或换队 例如克里斯保罗被勇士传言后加盟马斯 克莱汤姆森先签后患 转投独行侠 保罗乔治以自由身加盟七六人 与乔恩比德马克七组建新版三巨头 此外马克七塔图姆等人也早早确立了自己的新合同 为球队的进一步补强确定了具体方向 六年六支不同球队拿到总冠军 意味着联盟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时代 第二土豪线的生效 进一步改变了联盟版图 加剧了格局的混乱 各支球队不管是做加法还是减法都展现出了新的面貌 和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种背景下 胡人显得很突兀 热闹都是别人的 而胡人却只留下了雷声塔与点小的落寞 本期视频的重点还是关注两位换队的球员 克莱汤姆森和保罗乔治 根据NBA著名爆料记者沃神的报道 保罗乔治将与费城七六人队签订一份为期四年 价值2.12亿美元的合同 2027-2028赛季为球员选项 格莱汤姆森计划与达斯独行侠队签订一份为期三年 价值5000万美元的合同 这笔交易将通过先签后换达成 涉及勇士独行侠和黄蜂三支球队 这两名球员可能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期 但他们来到新球队后 决策的转变和对球队的新帮助令人期待 而且这两支球队都是志在夺冠的球队 新赛季能走多远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取决于这笔运作的成败 七六人终于追到保罗乔治 乔治以四年2.12亿美元加盟七六人的消息稍微爆出 快艇先发布声明 宣布乔治将离队 在声明中快艇三次提到了新劳资协议 快艇的意思很明确 不是他们不想挽留乔治 而是第二土豪线影响太大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双方的分歧很清晰 乔治不再年轻了 他想要一份四年长约 最好还是顶薪 而不像是莱安纳德那样只签三年 可快艇觉得莱安纳德没签四年顶薪 此前几次自称 小卡副手的乔治凭什么签四年顶薪 分歧的结果就是乔治以自由身加盟拥有巨额心惊空间的七六人队 七六人前引进一名顶级封线的想法早已不是秘密 他们早就暴露出自己封线上的不足 而且对于乔治的兴趣从上赛季中后期就有不少留言被爆出 现如今他们免签这位完全自由球员 达成了自己心怀已久的目标 随着哈里斯的离队 乔治的到来将与恩彼得和马克基组成新的三巨头组合 乔治上赛季场均贡献22.6分 5.2个篮板和3.5次助攻 与莱安纳德并列上赛季正负值第八 可以说除了体型上不如哈里斯能打丝毫威外 其他方面乔治都是吻压哈里斯一头 而且这三个人看起来不需要太多的磨合时间 因为他们不仅在位置上没有重合 而且攻防俱佳 大后风认真防还是可以的 乔治的协防能力更是76人一直以来所欠缺的 进攻方面乔治也不需要太多角色转变 凭借他的投篮能力就可以在进攻中拥有足够的戏份 在快艇队的五年里 他场均将近8次三分球出手 命中率高达39.7% 试想马克希和恩比德的挡拆 底线父亲才埋伏上乔治 这样的进攻套路很难防守 因为乔治接球投篮的能力是联盟第一档的存在 上赛季Couch and Shoot三分球命中率为45.4% 过去五年中有四年都超过40% 不过从各方面来看 这也是76人冲冠的最后一个窗口期 因为当家球星恩比德已经30岁 各种原因让他一次又一次错过机会 虽然年轻的球星马克希 以五年2.04亿高薪续约 乌布雷和德拉蒙德也重回球队 再加上老将高登志员 球队的平均年龄还是蛮大 乔治的这份合同当下还不错 但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 当2027-28赛季 乔治年满37岁 还拿着566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不由得让人想起刚立一队的哈里斯 由异价合同对球队来说 是非常尴尬的存在 不过单就下赛季来看 根据FanDual的数据 76人对现在拥有全联盟第三号的 新赛季总冠军赔率 仅次于卫冕冠军塞尔迪克队 和上上赛季的冠军丹佛金快队 快艇失去乔治无疑损失惨重 虽然他们引进了 琼斯和巴图姆来补充风险 但乔治的空缺显然是无法填补的 新赛季快艇的前景如何 关键在于 两年7000万美元续约的 哈登能否扛起更多球权 以及梁纳德的健康状况 76人得到乔治也不是高枕无忧 逆朝流而动 围绕三个顶心球员舰队 注定了76人难以兼顾深度 角色球员的质量未必到位 并且乔治和恩比德的健康状况 始终是一个隐患 克莱是加强版的Tim哈达威 克莱虽然已经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 但作为自由球员 他在市场上仍然很抢手 先后与魔术胡人快艇都传出过流言 尽管上赛季打出了8年来 新低的场均17.9分 和38.7%职业生涯的 第二差的三分命中率 但比起场均14.4分 2.7记三分 三分命中率35.3%的哈达威 尤其是考虑到 他在今年总决赛上的糟糕表现 汤姆森完全符合独行侠的补乡计划 汤姆森本有机会与勇士达成一份 两年4800万美元的合同 但这仅为德拉蒙特格林 四年一亿合同的一半 过去两个赛季 汤姆森在球队中的角色和地位不断下降 不管他的心气多高 这种趋势确实在发生 先是从收官阵容中被排除 后来甚至去打替补 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汤姆森社交媒体上 删除关于勇士对内容的行为中 他与球队的关系已经不再和睦 汤姆森结束勇士生涯转投 独行下而不是胡人或快艇 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的原因 达拉斯地处德州没有州税 虽然三年五千万美元的平均年薪不算高 但到手的钱并不比留在勇士 或者加盟胡人快艇少 而且独行下上赛季刚进了总决赛 夺冠希望比勇士胡人 以及失去乔治的快艇要更大 三年五千万美元的合同 对独行下来说堪称白在家 金钟勇士队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感谢克莱汤姆森为球队效力的13个赛季 声明中表示 克莱给勇士球迷 弯曲球迷和全世界的勇士队支持者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幸福 这是无法低估的 勇士队还透露了退役汤姆森11号球衣的计划 克莱的传奇将永远流传下去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 能在打通中心退役他的11号球衣 他将在那里与勇士队的众多不朽人物一起退役 包括那些帮助塑造了这个王朝的人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独行家队刚刚闯入NBA总决赛 他们当然希望下赛季还能继续保持总冠军的 第一档竞争者身份 控球传球能力超强的东西契合欧文 能为Try Thompson创造更多的三分球机会 大打发挥Thomson 用最少运球次数得分的能力 让独行家队拥有NBA最具活力的进攻 但这三个人都不以防守建长 尽管Thomson曾经是联盟最好的防守者之一 东西契在气候赛某些比赛中 也展现出了高水平的防守 新赛季Thomson可能会进入替补席 不过给欧文和东西契打替补 要比给波杰姆斯基打替补容易接手多了 更何况Thomson在决胜阶段 大概率还会留在场上 从独行家整体的操作来看 管理层吸收了总决赛 输给塞尔迪克的教训 专注于升级投射 为东欧组和分担压力 独行家放弃了哈达威 琼斯 约是格林 用Thomson 纳吉马绍尔和格莱姆斯代替 乍看之下 独行家只是提升了投射和空间 但实际上独行家一起升级的 还有处理球能力和战术参与能力 这是他们与塞尔迪克差距较大的一环 格莱姆斯和马赛尔都有一定的持球能力 汤姆斯的能力也不仅限于定点投篮 他在无球战术中的跑位能撕扯空间 并能承担部分高难度投篮 疯狂的卫免冠军 输完了输给塞尔迪克的独行家 肯定要收手卫免冠军 在休赛季的操作 年度最佳高管 史迪文斯破例十足 去年 塞尔迪克明明连总决赛都没进 史迪文斯却给吉伦布朗 送上了史上最大合同 霍里迪通过交易加盟后 还没有完全证明自己 史迪文斯便送上提前续约合同 如今塞尔迪克夺冠史迪文斯奖励功臣 给了塔图姆5年3.14亿美元 刷新历史最大合同记录 并给了怀特4年1.259亿美元提前续约 结果是新塞期塞尔迪克出发了第二土豪线 2025-26赛季工资总额将突破2亿美元 并缴纳超级奢制税 新塞期塞尔迪克将是夺冠大热门 因为他们保留了核心6人组 要缴纳的奢制税数额在可承受范围内 而包括尽快失去波普在内的 征贯对手在做阵容减法 2025-26赛季才是塞尔迪克困难期的开端 届时塔图姆和布朗合计领走1.07亿美元 再加上霍勒迪和怀特 他们的薪资总额将达到1.97亿美元 缴纳奢制税是必然 新劳资协议有一点被忽视 从2025-26赛季开始 奢制税的缴纳比例提高 尤其是缴纳超级奢制税的球队 来算这样一笔账 假设塞尔迪克公司总额 超过奢制税限2000万美元 按照原来的比例 他们需要缴纳6500万美元的奢制税 而按照新比例 他们需要缴纳9250万美元的奢制税 比之前多2750万美元 ESPN劳资协议专家马克思算了一笔账 假设塞尔迪克保留完整阵容 2025-26赛季的公司总额 可能达到2.25亿美元 奢制税得超过2亿美元 总支出将达到4.5亿美元 轻松打破勇士的3.82亿美元的支出记录 当然那是塞尔迪克 2025年休赛期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至少在新赛期塞尔迪克 可以心无旁骛全力未免 最后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 补强全民星球员乔治的G6人 能不能给绿军造成威胁 已经打入总决赛的独行侠 能不能继续冲出西部 谁距离最终目标更近 在勇士打雷霆的比赛中 面对对手疯狂的反扑 克莱在关键时刻 用两季三分扑灭雷霆反扑的火焰 彻底杀死了比赛 接球后的跳投 即使防守站在面前 也自信出手 这种杀死比赛的方式 非常的克莱 同时克莱已经连续两场比赛 得分领跑全队 克莱用实际行动证明 佛祖归位了 如今的他 依旧是关键时刻的杀手 克莱夫之后打的最初的几场 给人一种腿不发无伤力 改了投难姿势的印象 但如今到了这个阶段 克莱似乎逐渐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如今他的状态能够保持住 并且继续渐入狭境 对于想要在本赛季卷土而归 重新冲击总冠军的勇士而言 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么这部影片 鲁鱼就为大家分析 克莱回归对勇士来说 究竟有多重要 经常看勇士比赛的小伙伴 相信会有同样的感觉 克莱的回归 虽然不及杜兰特的强力付出那么惊艳 但也算是质地有声 不过 勇士当时三战二败的战绩 却还是给球迷们提了个醒 勇士和克莱仍未真正破冰 自复出以来 克莱的打法也并非往日的克莱 一直令人感到有些陌生 你能看到勇士11号球员 在体系里的打法 战术角色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 曾经作为联盟无穷进攻的一把手 克莱最犀利的杀招就是他的无球进攻 在勇士体系内 克莱的绕掩护 空切 定点投篮 转换进攻接球头 这些都是他攻城拔寨时最锋利的武器 但付出出击 克莱无球进攻比重降低了 持球进攻的尝试 变得比以往多出了一个量级 虽然不算全队刻意给他为球的付出首秀 情况也是如此 以往 克莱的经典回合是空手跑位 迅速绕掩护后 接球出手命中投篮 但现在更能代表克莱的打法 是他在三分线外 或者直接从后场运球到前场 清空一侧拉开突破 这种现象只能用反常形容 克莱持球进攻欲望强烈 用一种自己不那么擅长的打球方式找状态 也似乎想要为了证明自己彻底摆脱伤病 但这确实影响到了勇士整体的进攻节奏 但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 克莱终于找回了属于他的最强杀招 这个回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勇士进攻状态 这里 库里持球突到篮下 在篮下面对疯狂包夹 之后立刻分球出来给到湖顶的克莱 克莱接球后直接仰守三分命中 完成水花连线 克莱这个进攻回合没有持球 而是在外线找机会 这一球也是库里持球 卢尼给库里做掩护 库里在边线遭遇包夹 克莱无球挂卢尼的掩护 到湖顶三分线外接球投篮 再有这里 库里面框持球单打 克莱45度无球站位随时准备接球 当库里没有很好的机会后 直接传给克莱 后者接球就投 对于勇士来说 这样的克莱才能真正地帮到队伍 更为关键的是 克莱能够帮助库里分担身上的担子 在克莱还没有付出前 勇士处理关键球就只有库里这一个选择 而当对手对库里实施包夹时 库里处理关键球就变得非常困难 这时勇士就很需要克莱这样的球员 站出来惩罚防守 所以逐渐冲回正轨的克莱 与库里组成水花兄弟后 才能真正地帮助勇士更好的引送 再有一点就是近期 克莱的三分手感也逐渐变好 在这场比赛过后 个人生涯常规赛三分命中数 来到了1832级 超越乔治身至历史第18位 克莱的三分和其他球员不一样 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 但对于防守来说 他们究竟最忌惮克莱哪些地方 首先就是克莱阵地战的威胁 他的三分无求跑位 对勇士体系的熟悉 让克莱在进攻端的威胁放大很多 虽然克莱无法向库里那么全场拼命跑 但是克莱属于非常会跑的球员 他知道跑到什么位置最合适 他有时候会在底线站着 有时候配合球队战术跑位 像这个回合 库里在强测遭遇包夹 克莱健壮马上沿着底线 跑到底脚三分的位置 当克莱还没有到位时 库里的球就已经传过来了 克莱在接球后即使防守已经扑了过来 克莱也是彻一步直接就投了 这个回合 库里和安德森在湖顶手递手 克莱灵机一动 直接从游戏区跑到底脚 让防守根本来不及反应 等防守过来时 早已经被掩护挡在身后了 克莱直接接球就投 而克莱带给勇士最大价值 并不在于此 而是在于攻防转换 在面对国王的比赛 克莱数据三分的价值 体现在勇士下快攻后迅速反击 这个回合 库里持球催转换 给到中路跑动的克莱 克莱运球到湖顶 三分线直接三分命中 一般这种情况 大多数球队可能会去要个突破或者犯规 打一个对方防守立足卫稳 反击三分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比较低的 但转换过程中的三分 还能追求一定的命中率的 勇士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 而快攻当中的快速三分在战略意义上 对于球队来说价值连城 这不仅在得分效率上有所体现 更是在对手的士气上打击非常大 经常看勇士比赛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 勇士打了几个回合阵地战 但在对手连续得分后 库里过了半场 没过三秒直接就选择三分出手 一般这种进球方式 会及时止住以方士气低落的问题 同时也会遏制住对手的进攻节奏 阵地战连续无法得分 是勇士的老毛病了 很多时候 那些复杂的战术跑位 反而不如离记不讲理的三分好用 而克兰的最大价值 其实在这里有了很大体现 但是克兰的三分 多少还是发生了变化 本来以为只是还没熟悉比赛 但在面对雷霆的比赛 克兰的倒数第二个三分投篮 看起来并不流畅 就是这里 我们看 当克兰完成投篮落地后 他的双脚是一前一后的 并且在落地时 明显有个向前的小踮步 但紧接着下一个三分 克兰落地时 双脚平行落地 投篮动作完成很流畅 所以克兰的下肢 因为伤病 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这一切都在影响 他在三分线外的表现 虽然在例行赛 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到了对抗强度 高一个层次的记号赛 说不定会成为 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这一点 勇士要做好心理准备 说完进攻团的价值 我们再来看看防守 在受伤之前 克兰是联盟最好的 侧翼防守者之一 尽管回归后 克兰的横移速度 防守脚步 起跳高度 较以前都出现了下降 但克兰对于勇士的 侧翼防守来说 还是进一步提升 赛季至今 勇士的防守效率 一直傲视全联盟 在克兰回归的 这十几场比赛当中 勇士在防守段的 威胁性更大 在追梦 伊哥 维金斯 克兰等人的防守加持下 勇士的防守 会变得更加恐怖 总之 相信随着赛季的不断深入 经过比赛不断的适应 克兰在攻防两端的状态 会越来越好 如果他能够恢复到 巅峰水准 至少八九成的水准 待到那时 追梦和怀斯迈的声誉回归 那么本赛季 勇士球迷 真的大概率 可以喊出那五个大字了 阔别赛场 942天 连续经历两次大伤 仅出场两节半 用时27分钟 就拿下了14G三分球 创下NBA历史单场三分球记录 用时29分钟 仅运求11次 爆砍职业生涯最高的60分 创下NBA历史上 运求次数最少 得分最高的记录 单节爆砍37分 恐怖的100%命中率的 克莱·汤普森回来了 联盟用骑勇大战相赢 荆州全程为之沸腾 复出便首发出战 水花兄弟中合体 这场原本追梦 阴伤不能打 但是为了克莱 也强行进入了首发名单之中 在开局仅7秒 便主动犯规离开赛场 为克莱复出表演 碰上完美一环 全场 克莱出战不到20分钟 砍下17分 外加一次炸裂地突破 隔人爆扣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那个 曾经熟悉的那个味道 那个巅峰的无球王者 现在依旧是恐怖的杀手 那么这部影片 我们就从这场比赛看看 克莱复出之后的状态究竟如何 他与勇士的战术跑位契合度 又是呈现怎样的水准 在复出之前 很多球迷不禁担心克莱的状态 他能否还会像过去那样 是得分如碳囊取目呢 这一点目前看起来 我们不用过于担心 就像这个回合 库里在中路向篮下切入之后 马上向底脚拉开 克莱从右侧45度挂安德森的掩护 往右侧切入 来到湖顶接维金斯的传球 其实本以为在这里他直接投三分了 毕竟防守已经被掩护挡住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 克莱接球后直接加速突破 不仅我们没想到 马尔卡宁和阿伦也都没有想到 上前补防时慢了一拍 克莱突到篮下直接一个抛射 克莱拿到勇士开场第一分的同时 也迎来了自己942天以来的第一分 谁能想到一个历史级别的三分手 付出归来的第一球 竟是突破小抛头 估计很多人都猜到了 以勇士的球队文化 他们会想办法尽可能地 让克莱打进第一球 同时不停地给他喂球 但克莱以一个持球突破的抛头 打进手球 应该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想 一直以来 克莱身上最大的标签是这么几个 无球跑动 三分 防守 但他付出后的第一个球 完全摆脱了这几个标签 他在用这样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回归 也向全场球迷展现了自己这两年来的康复成果 这个球之后 队友也一直给他喂球 但离投进总是还差点意思 直到那一季持球突破后的格人爆扣 这个回合 卢尼给克莱一个无球掩护 让克莱来到湖顶接球 错位单打阿伦 阿伦的防守贴得很上前 这时克莱一个体前变相摆脱防守 之后持球加速突破 面对补防过来的马尔卡宁和史蒂文斯 克莱直接撼地拔葱 一个势大力程的格人爆扣 全场球迷瞬间起力呐喊 克莱之前很少扣篮 至于这种变相摆脱后的突破扣篮 那更是极为罕见 而扣完篮后 克莱也是轮着双臂展现自己 表情也是十分凶了 而在这一季炸裂的格人爆扣之后 克莱的三分也来了 这个回合 克莱在外线叙事待发 波特突破吸引防守后 把球分给了在外线的克莱 克莱空位三分球稳稳命中 迎来了自己复苏后第一次三分球 到了下半场 克莱又给我们展现了其他的功夫 45度持球单打 到了禁区附近 迎着防守一个急停中距离后仰跳投 这回合又是克莱持球单打 运球加速扛着防守到了罚球线附近 之后 顶开防守直接急停后仰中距离命中 如果说最开始的抛投和扣篮 展现的是克莱付出之后的对抗能力 那么这两个急停中投 展现的更多的是克莱的持球的节奏 脚步上的起步急停 前身的协调性和平衡感 而当这些东西都出来之后 接下来投进的反击三分也就水到渠成了 就像这个回合 勇士抢断打快攻反击 克莱也快速推进到了自己最喜欢的45度位置 接队友传球三分出手 篮球稳稳落入篮筐 第四节 龙指导连进三季三分 带队把比分缩小到了10分 这时 克莱持球借卢宁的一个担当掩护 摆脱防守后干脆利落地拔进一个三分 断掉了骑士猛烈的追分势头 帮助勇士稳住了局势 其实从这场比赛进攻端来看 克莱的表现和以往差别不大 他依然有非常强大的输出能力 而在防守端 克莱虽然有数次没能阻止对方进球 但在脚步移动和防守动作上能看出来 克莱对抗能力没有明显下滑 就像这个回合 克莱单防莫布利 莫布利背身单打克莱完完全全用身体顶住了 并且脚步移动也跟得上 虽然这球莫布利最后还是打进了 但克莱的防守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只不过是跟莫布利比克莱身高差了点 并且 除了移动和对抗 克莱的防守预判和反应都在 就像这个回合 面对骑士的挡拆 克莱换防对位到加兰 这时克莱优先向后撤去 堵住加兰的突破路线 之后再预判加兰的出手 然后上前去封盖 最后成功干扰下这次投篮 虽说克莱的对抗 移动脚步 防守一时都在 但唯一比较担心的是他的横移速度 但克莱的横移速度损失多少呢 其实从这场比赛来看 没有很明显的横移速度下降 因为克莱在进攻端有很多持球单打的戏份 尤其是那一季隔人爆扣 横移的体前变相过掉阿伦 这一下速度与以前克莱差距不大 所以说从伤势恢复来看 克莱恢复得非常充分 随着熟悉的比赛 克莱在运动表现方面会逐渐找到自己的状态 总的来说 防守端对抗横移损失一些 防守有些下滑掉属性 但并无大碍 进攻端还是我们熟悉的克莱 那么克莱与勇士体系契合度到底是怎么样了呢 开场第一球 库里在中路向篮下切入之后 马上向底脚拉开 克莱从右侧45度挂安德森的掩护 往右侧切入来到湖顶接维金斯的传球 之后急速突破抛射 克莱的第二次进攻 勇士用了同样的战术起手 库里在远顶向内线切入 之后马上都到底脚 克莱在45度挂一个掩护 从右侧向湖顶跑位 接维金斯的传球直接投三分 库里下顺兜底 克莱45度都到湖顶接球 两个战术跑位执行得非常漂亮 这也是克莱个人非常习惯的战术 还有这四个人存在底线 帮克莱掩护创造出三分机会的战术 是以往勇士为克莱使用很多的老战术 从这几个回合来看 在战术层面克莱不需要我们担心 虽然会看到像这个回合一样 克莱和库里跑位重合的情况出现 但毕竟远离NBA赛场900多天 这需要时间让克莱熟知库里 和其他队友的跑位习惯 总的来说 克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并且克莱的三分能力我们是无需担心的 而让我最期待的是 克莱的这几季持球急停中距离 还有一些低位被打翻身跳投 这对于勇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很多库里被限制住的情况下 勇士最需要的 就是这种打破僵局的中距离得分手段 而就目前来看 克莱会不会成为那个打破僵局的人呢 这颗绝杀球在你们心中会将它排在哪个位置 论意义它真的十分重大 自七局四胜赛制开始以来 这颗绝杀球是历史上唯一一技 在抢七大战中终结系列赛的制胜绝杀球 多伦多暴龙队最后也是一路高歌 杀出东部重重包围 在总决赛中击败勇士 成功捧起奥布莱恩冠军奖杯 以总冠军角度来看 这个绝杀球真的是价值连城 但这个总冠军还是有一些正义的 虽说伤病是比赛的一部分 勇士为了囤积巨星资源 导致自己的板凳球员没有暴龙那么厚实 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是吧 人还是避免不了完美理想主义的 如果KD没伤 克莱也还在 暴龙还能如愿拿到这座总冠军吗 所以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次系列赛 多伦多暴龙的真实实力到底是什么水平 如果克莱不伤 他们能打败暴龙赢得总冠军吗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暴龙当家球员 伦纳德 光论数据 伦纳德表现确实堪称完美 场均30.5分 是他生涯季后赛最高数据 即使是今年季后赛 伦纳德投出了57.3%的命中率 也没能超越暴龙那一赛季得分表现 光论机场 暴龙会有其他球员站出来分担伦纳德进攻压力 但整个季后赛 暴龙的得分还真的是靠伦纳德一人撑起上线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一点 暴龙的阵容不是完美的冠军配置吗 要组织有洛瑞 要防守有小家和伊巴卡 要一名战乱分子 还有范弗里特的存在 也就是说伦纳德好像没那么重要吧 其实暴龙的配置确实让伦纳德吃到了福利 不像在快艇队 伦纳德不需要去考虑自己还得拿球组织几下 内线协防的漏洞 有时候还要自己去补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 伦纳德得分是不是太过容易了一些 但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了伦纳德 这些球员还能延续这样的火力输出吗 关于这个问题 有这样的一组数据 当年面对76人系列赛 当伦纳德在场时 暴龙进攻效率是110 当他下场时 这项数据暴跌到56.7 这个数据实在太过夸张 我都已经分不清 究竟该夸伦纳德太猛 还是该吐槽他的队友过于弱小 而且 这与我们的观感也有很大的冲突 例行赛暴龙的替补席 场均可以达到50分左右 怎么可能跌到这种地步呢 于是我去查了一下 当时暴龙替补席气候赛得分 结果他们的场均得分只有21 虽然说还是不敢相信这样数据 但不得不说 暴龙的进攻端 真的少不了伦纳德的存在 那他在进攻端 是如何击垮勇士防守呢 关于这一点 克尔可谓是苦恼的不行 我们注意伦纳德的防守球员 是高度相近 但体重很吃贵的麦金尼 伦纳德对这一勇士系列赛 吃球突破占少数 多数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中距离 或者外线三分 对勇士来说 让谁去对问伦纳德 绝对是首要问题 这本来不是一个无解问题 即使没有KD 勇士还有伊格达拉和克莱·汤姆森 两个可以对问伦纳德的球员 再不见还有一个卢尼可以去用 为什么要提到卢尼呢 他不是中锋吗 根据伦纳德生涯表现来看 对他的进攻造成一定干扰 往往都是体型比较庞大的球员 也就是说体重一定要够用 不用克莱可能是因为需要保护他的进攻体力 不用卢尼 克尔可能是担心他的伤势 也就是说 除了伊格达拉 勇士没有一个人的队位伦纳德 至少迈金尼不是那个人选 你们可以看 只能高高举起双手 完全不敢给身体对抗 前几场比赛 迈金尼多数与伦纳德产生身体对抗的回合 都让后者站上了罚球线 他真的怕了 所以说伦纳德打勇士时 投篮为什么这么准 不仅是因为他的投篮本就出色 他的防守压力确实没那么大 你们觉得这种防守算是有防守压力吗 可能连训练赛强度都不如 也就是说 上半场的勇士防守策略 就是在帮伦纳德热手赶 后果非常致命 下半场刚开始 伦纳德面对追梦格林 接连命中两季顶投三分球 这你说能怪谁呢 库里在防守端也是被暴龙追着猛打 像这里 西亚卡姆在第一位 寻找到单打库里的机会 等到追梦协防到位后 又变成了外线伦纳德 单打库里的局面 然后小家就被漏掉了 不仅是伦纳德在吃这份福利 伊巴卡也在享受 你也不能说这是库里的问题 这种风险升高球员 在矮将面前投篮 球都不运一下 能有什么办法呢 当伦纳德帮队友拉空间 看着队友进球时 不知不觉 他又对位上麦基尼了 我的天 下半场投篮训练开始了 直到利文斯顿都去防伦纳德 可尔可能才真的认命吧 他也尝试过夹击的办法 先是夹击进攻发起点 洛瑞 但顺下的伊巴卡 在篮下又对上了库里 轻松打进 然后尝试夹击持球的伦纳德 结果暴龙有两个双塔球员 追梦一个人实在处理不了 我们都说 克莱防守很强 但对于这种情况 暴龙根本不会和你打1v1 直接叫个挡拆突破篮下 传给外线空位的伦纳德 这一招直接把勇士吃得死死的 有的时候 可能还是伦纳德持球突破 分球给敌脚的丹尼格林 既然包夹都不行 篮下被暴龙肆意虐杀 克尔只好搬上大中风波普特 蹲守禁区 保护自家篮筐 然后就撞到乐瑞的墙口上了 这外线小大大 不就是乐瑞擅长之处吗 面对暴龙的进攻 勇士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 哪里漏人去哪里 少了KD 就意味着伦纳德和西亚卡姆 你必须放掉一个 放掉西亚卡姆 他就在低位要求作打你 考验你的耐心 放掉伦纳德 这个就不知道了 除非勇士疯了 才会放掉伦纳德 而这一场 克莱和库里都在场上 为什么即使克莱不受伤 很多人依然不看好勇士走到最后 空间是最大的难题 追梦 伊格达拉 卢尼 利维斯顿 勇士在场上 总是有那么几名三分不稳定的球员 即使摆上库里和克莱其中一人 也不能解决这一难题 当他们俩都在场时 这个空间还勉强玩的转 他们的进攻效率是108.7 当库里独自一人在场时 进攻效率仅有101.3 克莱一人肯定更惨淡 只有97.5的水平 所以说当他们俩都在场 能和暴龙打吗 我觉得还是能打一打的 但论看好谁 我还是更看好暴龙 你们也看到了 暴龙的进攻为什么这么流畅 因为少了KD 勇士的防守阵型 根本对不上暴龙的配置 暴龙进攻得分 一直在打合理篮球 而勇士这一边 只能去祈祷库里和克莱能准一点 虽然说我们可以相信 这对水花兄弟 但一边是战术性碾压 让伦纳德拥有 接近空位出手的空间 一边是两名三分猛将 只能撑着顶头三分 和那近乎无法生存的空间 去强投三分 换你们 你们会选谁呢 事实上 即使有了克莱在场 库里的压力也没有轻松太多 只不过是两个人 和三个人包夹的区别吧 我们需要考虑 暴龙这边 可以任性的 把伦纳德换下去休息 勇士这边 克莱下去休息还能上谁的 上谁都不够 伊巴卡和西亚卡姆重拳出击 所以伦纳德 这个冠军含金量究竟有多少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也不必去说服谁 毕竟他已经拿到冠军了 生活还是要向前看的 有时候停下来 回头看看以前的风景 就尽量去回忆一些 比较美好的事情吧 眼看赛季接近尾声 重新回到赛场的克莱 也打了16场比赛了 在这16场比赛里 克莱场均可以拿到17.1分 3.8篮板 3.1助攻 三分命中率37% 投篮命中率42% 从数据来看 克莱远未达到职业生涯的平均水准 但这对于一个远离NBA赛场两年多的球员来说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在这十几场比赛中 克莱有过高光时刻 复出的首场比赛 既有标志性的三分命中 也有夸张的格人爆扣 对阵胡人上场30分钟砍下复出后最高得分 并在第四节狂标三分带队赢下比赛 这场比赛可谓是克莱复出后的最佳表现 然而克莱有打得好的就有打得不好的 主场打溜马 克莱全场17中6 3分7中0 仅得12分 前段时间打快艇 全场14中3 仅得7分 打出了复出后的最差表现 克莱在回归后 打得好的差的比赛都有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一个问题 那就是克莱的状态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的他究竟距离巅峰状态还有多少距离 那么这部影片 鲁鱼就带大家分析 如今克莱的攻防状态究竟如何 从这十几场球看下来 我们可以看出来克莱的持球进攻比例明显增加 而且效率非常可观 就像那个惊艳四座的扣篮 克莱完全就是自己持球突破创造出空间 然后才完成的隔扣 还有 像这回合一样的持球突破后的急停中距离 也是自己持球创造空间完成出手 我们再看这个回合 克莱底角持球单打 试探步之后左侧突破 随后转身后仰投篮 回归后 克莱持球摆脱后的投篮占总投篮的40% 命中率达到了43% 其中三分命中率更是达到了46% 要知道 以往克莱并不是一个持球型球员 他以往最厉害的杀招是绕掩护接球投篮和空位投篮 虽然在回归后 克莱还是有一些无球接球就投的画面 但很明显占比明显下降 而且效率也不算高 没有以前那个位了 就像这个回合 克莱在湖顶的接球投篮 这球要是换以前的克莱 是自己喜欢的方式 又是一个大空位 这种球可以说是手拿把钻 但这回合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克莱腿部的发力不够 球的弧度比较平 最后球磕到篮筐前沿 众所周知 克莱最强的能力就是接球投篮 以及随之而来的得分爆发力 29分钟60分 27分钟52分 都是几乎在没有运球的情况下 完全靠跑位和投篮投出来的 而现在 克莱还没有恢复到这种顶级的能力 克莱的腿部问题还是存在 他需要时间去调整 但克莱反而加到了持球进攻的比例 这确实有点令人意外 而且比较明显的是 就是如果你给克莱调整投篮脚步的时间 克莱依然能交出曾经熟悉的篮球弧度 克莱付出打骑士内场 有几个很漂亮的车步投篮 对阵胡人的末节 克莱也有突破骑停后调整脚步中投的招式 而当你希望克莱像以前一样 快速拔枪地接球做投 因为腿伤的影响 他的发力还是不太舒服 所以克莱大多数情况下的投篮都是磕着前沿 并且弧度很平 这个弧度基本是科比的投篮弧度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的克莱 这种投篮完全没有问题 可现在的他更喜欢后撤步 运球后跳投 给他调整了投篮脚步的机会 他反而投起来更舒服 也更准了些 克莱本赛季至今 持球摆脱防守三分命中率 我们前面提到过达到了46% 比他接球就投高了近10% 这对于勇生来说其实是个好事 当年库里已经成长为历史级别的进攻球员时 克莱还只是一个在外线投三分的完美射手 而且也仅是个射手 如果当球队战术无法帮他创造空间时 克莱的投射效率就会下降很多 克莱在17年运球摆脱防守后的投篮命中率只有28% 也就是说 那时克莱的打法有些像球队三当家 甚至四当家的打法 而如今克莱的持球摆脱 甚至在走区玩的那些彻步中距离跳投 可以说 克莱在慢慢地将自己改变成球队二当家的角色 如今 克莱的持球摆脱后的投篮几乎是生涯最佳表现 而多了一些持球突破的戏份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吸引防守收缩 最后带来的效果就是克莱也多了些助攻表现 本赛季克莱场均3.1技助攻 全队第五多 同时也是克莱生涯至今为止最佳助攻表现 而当克莱有这样的助攻表现时 这就意味着 在库里遭遇巨大防守压力时 克莱不用再那么依靠球队为他创造的空间 他依然能帮助球队身后球权并完成得分 如今的克莱依然是勇士不可或缺的角色 只是目前克莱的状态 还无法和那些联盟顶级二当家相媲美 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克莱的腿在比赛中慢慢去适应 而在防守端 克莱在受伤之后 防守能力可以说是有肉眼可见的下降 但是他的防守意识和脚步 还是非常值得球队信赖的 并且克尔如今也不安排克莱去防守 对方的头号箭头人物 而是完全由维金斯负责单防对手箭头球星 而在克莱复之后 在防守端更多的是会待在无求侧翼 也就是说 他的防守任务从以前为金斯的角色 转变成了小追梦的角色 依靠自己的防守预判和收缩夹击发挥作用 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 以前克莱防守的注意力都放在持球人身上 经常贴在对手身上 不太注意斜防和拉曼保护 而如今换了一个防守角色 克莱的斜防变得非常积极 效果非常好 尽管他的双腿伤势弱化他单防能力是一定的 毕竟在进攻端三分都影响那么大了 更不用说防守了 但斜防这件事情可以帮克莱隐藏这个问题 并且克莱及时的斜防对于迎落的勇士内线而言 后场篮板也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也就是说 克莱目前在防守端干的工作 对勇士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缺少追梦 勇士本身就少了一个斜防大神 而隐落的内线 勇士没人能去保护篮板 而这些都是克莱付出后可以提供到的作用 从场上克莱对队伍的防守帮助来看 说克莱如今的价值不减反增都不为过 克莱目前也是在慢慢地寻找状态 毕竟离开赛场这么久了 我们也不能像之前那样 一次性要求他来一个单捷37分的表现 现在作为球迷的我们来说 身体好才是真的好 状态可以慢慢地回暖 但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而剩余的就是留给他时间 找回属于他的领域 如何开启新的道路 相信时间的流逝会告诉全世界 也会告诉克莱自己 大家伙还是可以在赛场上 看到以前的克莱汤普森 不管怎么样 岁月无恒 沧桑有戏 那些克莱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的情感记忆 都会牢牢地占据我们灵魂的最深处 并在不经意间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如蝶般偏欠舞蹈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